是从四川李隆县来的 现在儿子今年就是六十岁了 要有一个愿望吧 一段他此生烙印最深的回忆 在这居住不足两年 却用余下的六十多年反复回味 当尘封的往事再被唤起 这一次的期限又会是多久 老奶奶穿的这个发面 就好看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你好奶奶 您老师好 应该是发现一瓶妹妹吧 一瓶妹妹对对对 来请坐奶奶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83了 83了 这么好看的发面 谁给你买的 是我女子给我买的 女子给你买的 她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的孙女陪我来的 孙女 您找什么人啊奶奶 找我老公留个才的老家的亲人 老公嫁的亲人 我爷爷的亲人 你老公今年多大岁数了 老公 爷爷牺牲了 不顾奶奶 伤心了 奶奶和爷爷很相爱是吗 对 奶奶和爷爷以前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 小时候奶奶就一直给我讲 他说爷爷呢 和他的认识是在一个相馆里面 奶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 他就去相馆里面去照相 后来奶奶去取照片的时候呀 怎么发现那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男士 奶奶就觉得很惊讶 就问那个相馆里面的人 当时相馆里面的人说 是公安局的刘同志给你拿走了 奶奶爷爷那个是在照相馆开始追求你的吧 对对对照相馆 后来你去把照相片要回来了 不要回来他不跟我了 他不给你 以后呢 爷爷就经常去学校去找奶奶 约他出来玩 给他讲一些故事 那种学习书呢 就那个人写了书诗 他就是喊我 后来学习嘛 整体就是共青团也嘛 这种嘛 就是这样子的 习了一本书 给我哎呀 我也考虑到 这个同志 确实也帮助我也很好 我家里天干 也帮我抗寒 这样子又喊我学习 我说还是很好的 你多大嫁给了爷爷 20岁 20岁 那时候爷爷多大 他是24岁 那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他在我们家里提亲了 在你家提亲了 他就提出来要公安结婚 他就买了两斤大酒 两斤白糖 就在我们家里去 我父母亲就看起了 他这个小伙子很丁好的 工作也好 他说很 他那个长相就是一灯方天吧 他一说一笑一说一笑 他喜欢笑这样子的 他结婚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结婚啊 买戒指了吗 那种不行了嘛 那时候不行了 我结婚的时候 他在公安局嘛 他就要求过来结婚了嘛 他说我们结婚吧 结婚之后我就点了个头 点了个头嘛 就一直就说表了台了嘛 他他就说我回去打报告 那时候要经过组织拍 要打报告 打报告两个月之内就拍下来了 结婚嘛就是举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抽了几斤水果糖 买了点瓜子嘛 大家走到一起 那个公安局长嘛 就主持婚礼 就喊建设你那个 这么这么认识的啊 就是说这些嘛 我这么着就是为了一张相片 完了他就看起我了嘛 他一直就追我 他还有什么特点啊 他的特点就是心痛忍了 追喜痛忍了 结婚以后 跟我端一盆洗脸水清早 喝了就是一盆洗脸水哈 回家下班下回家 就要这样子做个报告 哎呀我同意了嘛 我半天也看到他笑过 我不开枪了 所以我说进来 那么他就放了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 结了婚以后他和我装刘大嫂 他就装朝鲜紫园兵 他的朝鲜就打仗了 他说你等刘大嫂嘛 我就站到你 他就说 嗯 我就说那么后头 听到一个雨天觉不想 来了一个人 哦 他就说来了一个什么人了 他就扛着枪 我是紫园军 到了朝鲜打玫瑰人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 就我们就在我的晚上嘛 唱歌嘛 逗你玩啊 哦 逗你玩啊 你们度过了一段 很美好的感情 对对对 爷爷和奶奶 结婚以后 第一年就是到奶奶家去过的年 然后爷爷奶奶商量说 第二年就回 爷爷家过年 去见一见爷爷家的亲人 因为爷爷家很远 后来就是爷爷牺牲 他是怎么牺牲的 嗯 不说 这一段我难说了 当时去打仗的时候 他是公安特派员 他们是九个 他一租他的租长 他当天晚上 他说租两家香肠吃吧 我说租去了 他说我们喝两口酒 我说要的 他说这位工资领了吗 我就不管了哈 你就把工资领了吗 今后带娃娃用 娃娃才三个月来着 才三个月的肚子 他也晓得有娃娃了 就是在周末把背包给他打起 刘国财曾经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 并且荣获一等功 发生匪患时 公安局已经批准他休假 在家照顾怀孕的妻子 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前线 交匪保卫家乡 在三天四天之内 给我写了个条子回来 他就说是要打起来 我们一条 挖子一双 我就跟他拿一个 一波挖 就跟他带上山上去 他在山上挣插的 带起来有几天了 他给我写了个头 他说 我里有个鸡嘛 你回去挖挖嘛 你就等去吃了嘛 你吃不下去饭了 我又给你买嘛 他就这样子说了 他就出去执行人物 就没回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个有十几天之内 有个娃儿 他就那么 哎呦 他说我看到牛公安了 倒过去了 他这样子 哎呦 我把那个鸡上 我就哭得了 咎咎咎咎 我就倒在铺里睡了吧 我就睡到铺里 我就人就软了 离不齐了 妹妹啊 我离不齐了 我说我怎么办呢 娃娃都知道孩子 还有百多子呢 几天就把这个死守抬会儿 一百多人一吓就跑了 得吃饭 哎呀 我说这啥子 到底嘛 你们吃饭都在跑了 我就出 我就打开门 我尝尝 我就看一眼看 我门给我锁了 门给我锁了 不要我出去了 锁了我就打门了 打门了 我说你们给我开门嘛 开门嘛 为什么吃饭 你们跑啥子嘛 我说 我就开门开门 我就喊开门 有半个小时了 他们就把死守抬过来 就得锁湿了 锁去了 那种才喊我出去看啊 他说 没有个菜牺牲了 问我要 他问我要衣服 要孩子 走的时候 还敢做啥孩子 他说 你赶快给我住 我回去我回来就要穿了 恰恰就穿脑海了 来说 说短度话 我二 回到肚子里 他说他不管了 说这些短度话 我得 我笑 我 我当时我还是不爱 说这些话 我不爱他 说这些话了 我就出去看了 看到他们已经过后 我就把衣服穿起来 我说 我要剪开看一哈吧 打到哪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了 那就看了 他说 腸子大一把 从这边上来 这一转起来 腸子大一把了 当时 爷爷要去梁山剿匪 零九之前 说的是一句断头话 用奶奶的话说 就是一句断头话 他说 以后工资都交给你 孩子就你养了 我不管了 当时奶奶就生气了 就说 怎么这样 说话呢 你打了仗 你还回来的 怎么孩子你就不管了 孩子也是你的呀 所以 当时奶奶其实挺生气的 也不是很想要爷爷去 参加战争的 那是第二天早上 爷爷走的时候 还 还给奶奶笑嘻嘻的说 他说你看 手枪插了两支 手给担 背了两个 这就是指弹吧 又背多发 他就说 你看看看得出来吧 我说看不出来 当时我也就说 人家一个团 对到成都去了 你这几个人 你觉得主要 他是去侦察 侦察 然后又牺牲过后 我的那个 公小学 买东西吧 结果公安局接我 回内保险 就说老律师 还是公安局保险一些 在那种战场上 不行我就不走 就是让奶奶推到后方去 不安全 因为她怀着小孩 但是奶奶当时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她就想着替爷爷报仇 是吧 奶奶 当时就跟着他们一起 就非要到前线去 帮助 那个 就是做一些后勤的工作 当时就已经战争开始了 你听我讲嘛 换了四个饼子 一个人 看起来好多人都是 四个人 就是一个人四个饼子 就是干粮嘛 带上嘛 就去挖的那种石头 姐挖的战号 建文君挖的战号 这样子 挖的手倉库 这样我就下来挖战号 我就这样子密切走了 密切走了 那个牌子就站到门口 她说 你怕的吧 我说我不怕 不怕 她说不怕你死了 打死了 我们不得跟你开 追得回了 我说我不要你开了 我想到就是说 那你死了 我就跟他死了算了吧 我就心里想 她说 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啊 我一哈 我一枪打过来 这样子 就我这枪打过来 没办法打到 就你把人站在 我这脑壳一身都死了 结果我还是 爬到过来了 爬到过来了 我坚决不会公安救 我说我要在这里 我去战斗 我跟他们搞后勤 来府上的 建文君同志 胡了上啊 我跟他们 这样子改铺改嘛 我还跟他们洗脸的行吗 医生就跟他商业嘛 我就跟他们那些 哎呀那些娃儿啊 交换的 我后天那些也没得嘛 真的嘛 后来儿子出生了 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安慰啊 妈就没法说吧 当时的一万年生的时候 我就流气哭 哭嘛那个丸子就说 我儿子生下你哭什么呀 小周同志啊 我就说 我就没说 我就只说 没得爸爸了 我儿子下来没得了 剩下之后奶奶就想着 那个孩子没有父亲 很可怜 所以奶奶 奶奶当时在医院就 我母亲我煮了两个蛋来 煮了两个蛋来 我煮了两个蛋来 我不吃 我说你给我端起粥吧 我说我不吃了 她就不知道我哭的什么 她说 所以我儿子要痛吗 痛过来就算了吧 你哭啥啥啥 我就想着没得父亲 你我儿子生下来 我老牛没在身边 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不要了 没想过 没想过 因为我说 我不怕人家打我 人家那些 那个牌子就交起来 你肚子里还有个 老牛的孩子啊 你要保持吗 我始终记得这句话 我要保持 我教我 我儿子长大了要当兵 我儿子也是共产党员 我生儿都是共产党员 我说你们要老金也是 永远跟着共产党 我要永远总法的 我儿子 当了十年兵 她所以说就给爸爸取名字 就叫做志勇 叫做刘志勇 意思就是志勇双全 希望她像她的父亲一样 那么勇敢 那么有志气 我跟婆婆跟我儿子 想跟她走起来 我跟她写信了 剩下一个孩子 是你不才的啊 把照片寄给祖母过后 祖母就说 那你就把孩子好好带着 我这边还有一个孩子 就是有一个孩子 是盲人 聋哑人 需要照顾 就让奶奶一个人 照顾孩子 所以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见到过 奶奶一个人带着 孩子的确很辛苦 周围的人都劝说奶奶 叫奶奶就是说 可以再找一个合适的人 帮着承担一下 家里面的责任 所以奶奶当时就说 找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把我的孩子 把我爸爸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 不能够有其他的私心那种 后来奶奶就跟着 现在的爷爷 到了我们四川 一龙这边 后来爸爸特别想念 家里面的人 想念他的祖母 他就试着给家里面写信 那会儿刚刚会写字 就开始写信 然后按照奶奶说的地址 写过去 就一直没有消息 那个时候突然 就是家里面 收到一封公函 是宜兵这边发过来的 政府发过来的 就说祖母在1975年 在那个养老院 在那个养老院去世了 周礼秀一直记着要看望 宜兵老家的婆婆 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又要照顾年幼的刘志勇 就将此事耽搁了 刘志勇上学后 按照老家的地址 写了很多信 但是那个时候 她的祖母已经离开农村老家 来到宜兵市养老院生活 所以并没有收到信件 彼此失去联系 后来祖母去世后 再去老家寻找时 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亲人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大家都没有想到 爸爸后面当兵回来 退伍回来过后 自己成家了 他居然 就是说 还想念着自己的家乡 他 就是我出生 我是老大嘛 他帮我老 他给我取的名字 以前就是跟着 那个现在这个爷爷姓嘛 姓墨 就叫做墨家乡 好像在爸爸的心中就是 自己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家乡的人 后来弟弟出生了 他给弟弟取名字 就叫做墨药 四川话就读称 墨药 墨家乡 就是没人要的 就没有家乡的人那种 我们慢慢长大了 我们都感觉到 爸爸是那个 思念家乡的那种感觉 很强烈 后来我们把姓改了 原来爸爸的意思也在里面 我们姓刘 我就叫刘家乡 我弟弟就叫刘耀 他是想要我们 他其实是他自己想要 在家乡 然后 爸爸就 就就动 就鼓动我们哈 说让我们长大了以后 也要像爷爷那样 要入党 要好好学习 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 还有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家 爸爸在哪 我们请爸爸上来坐一下 来 你好 兄弟坐这 你能理解妈妈这样去寻根吗 就是为了你 奶奶你干 你从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觉得遗憾了 对对对对 那是不容易 那是不容易 所以时光走到来 他就把他带上去 他现在爸去去了 母亲教惯你吗 没有 没有教惯过 对你要求很严 要求比较严 从小读书 带着你带着什么呀 就是奶奶 一直珍藏着的 母亲身份的招 这一头这件衣服 就是老女哥买的吧 她在县上公安就开会回来 她就给我找了件衣裳回来 这个才五九千一次 六次找了件衣裳 她说穿起很合适的 我一直我就找了种 像纪念扣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 看的这个照片 我突然觉得 这个奶奶年轻的时候 是真是漂亮 对吧 确实是漂亮 但是呢 他跟爷爷的 爱情生活啊 其实很短 婚姻生活很短 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 两年 两年 但是他这么短暂的爱情 却成就了三代人的一种追求 所以我觉得 爱情是非常伟大的 非常了不起的 我想很多电视机前 年轻的朋友 在爱情观上 要向这位奶奶学习 是吧 要把我们的真正 真正的一种爱 爱的深层 爱的热烈 爱的执着 向奶奶学习 有的时候生命的繁衍 不仅仅是带来一个新生命 还有是用生命去记住 那些把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源头 所以这就是家族 也就是一个民族 我们深深不息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 我从哪里来 无论是姓墨 还是姓牛 在他们言语之间 他们是寄托了家乡 也寄托了自己的一个想念 对于这位奶奶而言 她这一生 对于那么短的一段快乐 记得清楚每一个细节 一个把革命者的孩子 生下来的不容易的母亲 一个始终在寻找 我的根的孩子 等着我 就是帮助所有人 去找到我们的根 长到我们的由来 找到我们血脉相连的起点 今天你们一定 会有好的结果 奶奶 他们都觉得今天能找到 也许大门里头站着 就是你要找的人 来 一家三口站到这 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 周立秀 周奶奶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 在我们的荣民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了您发来的 要寻找当年丈夫 家人的这个寻人求助 我们也是呢 立即树立相关的线索 帮您展开寻找 那您跟我们提供了 以下的线索 说您的丈夫刘国财呢 是宜宾人 所以我们首先联系了公安局 根据您提供的 烈士刘国财的家庭线索 大哥叫刘国青 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二哥姓名不强 三哥叫刘国华 是位盲人 我们在宜宾市 共找到五位叫刘国华的老人 但经过后续调查分析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 烈士刘国财的家人 此后宜宾市福利院 向我们提供一条线索 当年确实有一位 叫唐华福的老人 在此居住 他的儿子也在雷波县当兵 但是其他两个儿子 却没有叫刘国华的 这是不是我们要寻找的 烈士刘国财的家庭呢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分析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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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周奶奶 您好 三位好 我是舒东 经过了我们大人的寻找走访调查 首先要告诉您的是 有些遗憾 我们呢 没有找到您的丈夫刘国才 老家的亲人或者是亲人的后人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包括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我们先扶奶奶回去坐下好不好 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 谢谢 没事奶奶慢一点啊 回去我慢慢给您讲 奶奶坐这儿 先不失望 舒东说还有些情况要详细跟您说 对对对 您坐下奶奶 我们呢 在宜宾以及四川的很多地方 包括当年您的丈夫 战斗过的这个雷波公安局 很多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进行了调查 家里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您的丈夫刘国才啊 家里一共是四个兄弟 他呢排行 国国是国国 老三 他的大哥叫做刘国青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家谱 这是您知道的 他参加了抗日战争 牺牲了 没有留下后人 他的二哥呢 刘志成 哎呀 积劳成吉 后来患了肺病 由于他生前呢 没有成家 所以也没有留下后人 我们再来看看家谱龙的弟弟 他的原名叫做刘少辉 是一个盲人 他娶了一个聋哑的妻子 他们也没有后人 也就是说 您的丈夫刘国才 留下的这个姨父子 也就是您刘志永先生 是老刘家 唯一的项目 其实我们知道 老奶奶经常给儿子 讲爸爸的故事 给孙女讲爷爷的英勇的故事 但是非常的可惜 一直没有看到过照片 我们是根据您家人的描述 根据老战友老同事的描述 我们请到了山东省 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 形式模拟画像的专家林警官 为你们画了一张画像 模拟的画像 就在这里 让奶奶看看 像不像当年的丈夫 像不像 像不像 像不像爷爷 像不像 哪里像 鼻子像吗 这边有点痘痘吧 脸上有痘 很多老战友啊 也给我们讲了 对 他一个人 被十几个 坏人 匪徒 给包围了 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 身上中了数十枪 壮烈牺牲 所以奶奶 刘国财烈士 是个大英雄 对 对对对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谢谢 感谢观众啊 感谢感谢 辛苦了啊 今天 他们终于了却了 六十多年的心愿 一个是为母则刚 一个是赤子之心 让他们坚守到今天 不忘初心的那股力量 就是爱 这种对人民的爱 对亲人的爱 深沉而伟大